人类自古以来就在思考的终极问题,就有自己到底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日本人也不例外,他们一直在找寻自己的根,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来完成本民族历史起源的追溯,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日本人的寻根之旅终于有了一些眉目,真实祖先的本来面目逐渐显现,种种证据表明,日本的真实祖先并不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徐福,而是另有其人,但是这样的结果又让日本人难以接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 探寻历史智慧 徐福,自军防,出生于齐国,是秦朝时期的著名方氏,公元前219年,他奉秦始皇之命,率领庞大的船队,带着三千队同男同女,踏上了出海寻找不老仙药的航程,最终到达了日本诸岛,徐福先后两次出海,每次都带着秦始皇赐语的奇珍异宝和无数青年男女, 他们最终却没有回到中原,因为不久之后,秦始皇就病逝了,中原大帝再次陷入到群雄并起的战乱之中,在日本得知此消息的徐福,在帮助了当地的日本土著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崇高的荣誉 再也不愿意回到中原,他所带去的青年男女与当地人结合,并采用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让日本诸岛开始了文明的征程,徐福因为其功绩被后来的日本所寄送,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的始祖进行朝拜,在日本,徐福的传说被世代传送,他被誉为农耕,医药,渔业的祖师,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农耕方面,徐福传授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日本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医药领域,他的医学知识和药方为日本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而在渔业方面,徐福更是成为了日本渔民的信仰,他的智慧使得日本的渔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徐福的传说不仅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日本作家,诗人以徐福为题材,创作出了一系列筷子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徐福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也进一步传承了徐福文化 如今,在日本的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徐福的遗迹和祭祀活动,这些遗迹和祭祀活动成为了日本人民纪念徐福的重要方式 也体现了徐福在日本人民心中的独特地位,徐福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现代DNA技术为我们揭示了日本人起源的复杂历史,这段历史跨越了两个重要时期,神文时代和弥生时代 在神文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神文文化,他们的遗传基因构成了现代日本人的重要基础 而岛上最初的原住民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根据相关历史经验,极有可能与冰河时期先民迁移有关 这恐怕得追溯到几十万年前去了,而弥生时代的到来,则标志着另一波新移民的涌入 这些新移民可能来自朝鲜半岛或中国等地,他们带来了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 与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面貌 也在遗传层面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代DNA技术显示 这些新移民的基因与日本原住民的基因相互交融,形成了现代日本人多元化的遗传结构 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这割裂了他们与中华文明合基因的联络 这对于大多数崇拜中原文化的日本来说,在情感上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 徐福,这位在中国古代史册中记载的神秘人物,承载着秦始皇对不朽的追求 作为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使者,徐福的历史传说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据史书记载,徐福未能完成寻找长生药的使命,最终选择在日本落脚,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徐福的故事在日本被广泛传播,并赋予了他一种几乎神话般的地位 据称,他在日本平原光泽一带定居后,利用自己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建立了一个繁荣的社区 这个社区不仅包括了随徐福一起来到日本的同男同女,还有那些既精湛的工匠们 他们一起努力创造了一个文化和技术交融的新家园 徐福被视为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工艺带到日本的关键人物 他的到来,促进了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尤其在农业生产和手工艺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福的后代和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 这一群体在日本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对日本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尽管徐福在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但将他视为日本人直接祖先的观点却饱受争议 科学研究显示,日本人的祖先更多地源自东亚的广泛轻移人群 而不是单一的徐福后裔 这种发现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观点 引发了对日本人起源和文化影响的新的思考 尽管如此,徐福的传说仍然是日本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秦始皇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国家统一的皇帝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他的统治时期见证了众多重大改革 包括文字,杜良恒的统一以及壮观的建筑工程 如长城和秦始皇陵 即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帝王 也无法逃避人生的终极命题 死亡 怀着对永恒生命的渴望 秦始皇展开了对长生不老药的搜寻 在这场追求不朽的征途中 徐福作为秦始皇极度信赖的方式 被指派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寻找传说中的仙药 据说这种神奇的药物藏于东方神秘的仙山之中 徐福的每一次探索 都是在追寻一个梦幻般的目标 一个在现实世界中似乎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地方 在多次的寻找无果后 徐福面临着回朝汇报的巨大压力 为了规避秦始皇的愤怒 他巧妙地编织了一个故事 他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神话中的仙山 并准备再次出发 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他率领着一队 由三千同男同女 及精选的艺术家和工匠组成的队伍 携带着供品和武器 启程前往传说中的仙山 这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仙山 而是日本 在日本 徐福与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 与他们通婚并定居下来 他不仅传授了农业 纺织和医疗知识 还引入了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 和其他文明成果 为日本早期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福在日本的影响不可小觑 他的到来 被视为一种文化交融的象征 促进了当地社会和技术的发展 尽管他的故事 在历史和神话中 都充满了争议和神秘色彩 但无可否认 徐福成为连接中国 和日本两大文明的重要纽带 秦始皇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完成国家统一的皇帝 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他的统治时期 见证了众多重大改革 包括文字 杜良恒的统一 以及壮观的建筑工程 如长城和秦始皇陵 即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帝王 也无法逃避人生的终极命题 死亡 怀着对永恒生命的渴望 秦始皇展开了对长生不老药的搜寻 在这场追求不朽的征途中 徐福作为秦始皇 极度信赖的方式 被指派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寻找传说中的仙药 据说这种神奇的药物 藏于东方神秘的仙山之中 徐福的每一次探索 都是在追寻一个梦幻般的目标 一个在现实世界中 似乎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地方 在多次的寻找无果后 徐福面临着回朝汇报的巨大压力 为了规避秦始皇的愤怒 他巧妙地编织了一个故事 他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神话中的仙山 并准备再次出发 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他率领着一队 由三千同男同女 及精选的艺术家和工匠组成的队伍 携带着供品和武器 启程前往传说中的仙山 这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仙山 而是日本 在日本 徐福与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 与他们通婚并定居下来 他不仅传授了农业 纺织和医疗知识 还引入了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 和其他文明成果 为日本早期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 日本学者为了深入探索 日本与中国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 成立了日本颅骨指数测定协会 这一组织汇集了 日本各大学的解剖学专家 他们对成千上万名男女大学生的头骨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测量 旨在通过科学方法 揭示两国民族的关联 这项规模宏大的研究 持续了五年之久 期间调查了约6至7万人的头骨数据 分析结果显示 日本人的头骨指数 与中国江浙湾地区的居民非常接近 而福建人和山东半岛人的头骨指数 则呈现出相似性 这些发现似乎暗示了日本人 可能与中国东海岸地区的居民 有着紧密的血缘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皇室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关注的焦点 一些研究认为 日本皇族可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血统源头 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徐福在历史上被记载为 带领大量秦人东渡到日本 但并不意味着 所有日本人都是徐福的直接后裔 实际上在徐福抵达日本之前 那里已经有众多的原住民居住 现代医学的DNA检测技术 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点 研究发现 大多数日本人的基因与汉族有明显的差异 超过30%的日本人 具有东南亚的血统 而大约40%的人 与中国西藏地区的藏族人群 有着类似的基因特征 尽管徐福是日本早期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的到来 对日本文化和社会发展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但他并不能被视为日本人的主要祖先 日本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多个民族和文化的交融 一些学者提出 日本文化的根源 可能深知于古代的神文时代和弥生时代 这两个时期的文化元素 包括传统习俗和信仰体系 可能是由早期的居民群体 神文人和弥生人 带到日本岛上的生物学家 通过DNA分析 揭示了日本人群的复杂组员 这些证据表明 日本人的祖先 可能来自多个地区 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多元基因构成 对于日本的起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 日本的大和族 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 而可能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分支 这一说法 在学术界存在争议 日本对此有所否认 无论是徐福的传说 神文时代的文化 还是后来的弥生时代 都表明 有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影响了日本的早期发展 这种文化和人口的交融 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也影响了日本人民的文化认同 徐福作为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故事在日本被广泛传播和尊敬 许多日本人 将自己视为徐福的后代 这成为了他们文化自豪感的一部分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 日本人的祖先的真相 变得更加复杂 DNA检测揭示了一个多元化的祖先图谱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民族 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 不论他们的祖先来自何方 日本人仍保持着他们的团结 自豪和勤奋的民族特质 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们的历史悠久且辉煌 我们从几千年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感到骄傲 无论日本人的祖先是谁 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两个国家各自的文化和历史 构成了东亚复杂而多样的文化图景